Hello 老刘来交作业了 这个视频呢就是拖欠大家已久的衬衣合集的下期 还是有7件衬衣 单价都在200块钱以内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这次买的十几件衬衣中呢 一共有三件白衬衣 没想到它们发货都这么晚 于是都赶上了下期 那这三件白衬衣正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其实它们三个我觉得各有各的风格 就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三件白衬衣 但是这三件衬衣到手了之后呢 我个人都非常的喜欢 首先说这一件吧 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复古感觉的一个白衬衣 它的袖子的这个设计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 就是上面是这种特别大的褶皱 然后这个袖子整个就是很大一条袖 因为它肩部的这个地方设计的比较蓬 所以它穿上是会比较显肩宽的 但是呢我比较不care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感觉会穿上七长两米的那种 就是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就可以穿上这一件 如果你要穿这件衬衣出门 你就必须要把自己打的特别好看 特别精致在出门 就有一种老娘carry全场的气质 所以这件我特别喜欢 就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有气场 nice nice 不过有一点就是它的面料有一点点容易皱 我给大家的展示呢 还是我稍微运过以后的一个效果 因为上次有人给我留言说 如果衣服太皱的话就看不出来它整体的感觉 我有听大家的意见 对所以我这次把所有的衬衣都运了一遍 第二件呢就是一个非常基础款的白衬衣 就是完全不挑人 如果你们想找一件白衬衣可以一直穿 当内搭穿外穿或者各种场合都可以穿 上班上学都能穿的话就一定要选这一件 真的哇塞这件太好了 我太喜欢它了 首先它的面料就非常的舒服 是今天这三件白衬衣 也不能这么说 是今天所有衬衣里面上身之后最舒服的一件衬衣 就是很轻薄很柔软 然后穿上身又非常的透气 就是很完美 第二次呢就是它是一个正好卡件的设计 就跟我一样肩比较宽的妹子呢 穿上它也不会显得很壮 就是很随身很随性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虽然设计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还挺优雅的 就是细节的各个地方我觉得都很到位 如果你想买一件白衬衣可以穿很久很久很久 那就选这件准没错 最后一件呢可能有一些人不能get到它的点 就是一件这样的假两件式的衬衣 下面又多余的拼接出来了一块 它是不能长开来穿的 虽然它的扣子是可以解开的 但是它下面的这个地方是连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穿的话你也就只能是这样单穿 但是它呢也是会有一点显肩宽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这个号有点大 它是一个小落件的设计 所以就对肩宽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友好 还有就是它长度也蛮长的 而且就因为它的这个假两件的设计嘛 它是不能扎在裤子里面穿的 但是我自己感觉在下面搭一个那种比较短的小短裙啊 或者小短裤啊 或者穿一个那种拖地的长裤 一定要是拖地的 不然的话会显得腿比较短吧 从搭配上来说也还可以 就是这一件呢感觉是给人比较酷的 就是比较挑个人风格 也有一点点挑身材的一件 白衬衣说完了 下面几件就是这种踩不垃圾的衬衣 好先从一件黑色的说起吧 黑色这一件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里面最显瘦的一件 因为它是这种有一点弹力的这种 就是很特别 就说不上来你们只能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喜欢它的一点呢 除了它显瘦之外 就是它的这个袖口还有下摆都是这样的一个这种褶皱的这种设计 很像一个花苞的那种样子 所以就给这个衣服增加了一点女人味 不过这个黑色的没有我想象中的百搭 也不能说不好搭吧 如果你日常穿出门的话 像穿一些什么白色的黑色的西裤啊 或者牛仔裤之类的都可以搭 但是我都觉得有一点点普通 我包括我今天搭配的这一身 其实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满意吧 就是我觉得是不太好搭配的一件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如果你想把它搭的 哇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真的是有点难度 但是这一件真的特别的显瘦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这种丝状的 所以它会稍微有一点容易勾丝 而且上身的舒适度会有一点小折扣 就不是特别亲肤的那种 下面这件呢是一个粉色的 哇这个颜色真的我刚收到的时候 我觉得它太好看了嘛 也太粉嫩了 而且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粉 就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颜色 只可惜 我刚把它穿上身 还没有两秒钟 它的扣子就掉了 对它本来是一个往这扯的那个 就是我展示的那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的扣子掉了 所以我搭配的时候 就只能敞开来穿 不过我发现它敞开穿也挺好看的 关于扣子的这个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解决的 是可以忍受的吧 我在跟你们说一个不能忍受的 完了说这么多缺点 为什么要推荐给你们呢 不能忍受的就是它这个走线 非常的不整齐 你们应该能看出来吧 这走线也推不走心了吧 不过还好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把它晚上去穿的 不仔细看的话呢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这件衬衣的颜色 我太喜欢了 所以想推荐给你们 而且它价格也挺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能接受以上这些缺点 并且你跟我一样也喜欢这件衬衣的颜色呢 这件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整个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最后两件呢 又有拿来凑数的嫌疑 因为都是我去年买的 不过我最近发现它们都还有在卖 所以就再给你们推荐一下 这件从我买到它之后 几乎就几乎隔三差五 你们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这件蓝色的 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就包括我其实 最近两三个月都没有怎么穿过这件衬衣了 但是我一穿上它 我还是觉得 哇塞 是我的菜 它是这种 是吧 这是雪纺吗 算是 就是这种材质的就是很锤 而且很不容易皱 就可以看到 几乎就是一条折子也没有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 经常把它挂在那儿的原因 我觉得这件一定是穿完整个夏天的那种 真的非常的凉快 非常的锤的一个料子 其次就是它的颜色还特别好搭配 它是这种蓝色的 然后上面加了一些这个字母 穿牛仔类的单品 或者穿黑色的单品 跟它都特别的搭 一定是会让你的整个搭配立马就 起来的那种 起来的 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这个袖子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样的圈圈 这也算是它的一个小设计吧 就可以把你的袖子 正好卡在嘎之屋 嘎之屋 不对 这叫 这叫什么地方 这叫手肘的地方 而且如果你不喜欢的 它的话 这个圈圈是可以拆下来的 对 再给你们看一下的扣子 它扣子也挺好看的 这个这样子 有点像木质的 不过这件衣服 我觉得它做工也算不上特别精细 只能说它的款式设计的比较好 下一件衬衣呢 也是需要化妆 才能穿出门的那种 就是这一件花花的 如果不化妆呢 可能就像穿了奶奶的一件衬衣出门了 它虽然是一件这种花花的衬衣 但是它颜色饱和度都还蛮低的 而且它配色 就有一点紫色 有一点粉色 也挺梦幻的感觉 这件衬衣的材质呢 跟上一件衬衣是一样的 也是非常适合夏天来当防晒穿的 不过它有没有防晒效果 我就 我觉得它没有 因为我去年穿了它当防晒 我觉得我有变黑 为什么又说了实话 可以把它当空调衫来穿也不错 反正就是一件很清凉的一件 可以一直穿完整个夏天的一件衬衣 这一件也很推荐 我也很喜欢 OK 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快 为什么今天这么的欢托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知道你们有人可能会想问 我身上这件的链接就不告诉你 它是一个连衣裙 是我后面准备的 碎花小连衣裙的一个专题里面的 其中一件 希望你们可以一直蹲住 我也希望我买的这些衣服 都能快点发货 因为我每次付完款之后都写着 付款后45天内发货 我真的是 撑不住呀 OK 以上这些所有单品的链接 包括与它们搭配的链接 你们应该都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吧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